五都大明星 五都大明星今天呢 来到的是压轴的台南古都了 我们来跟国民党的郭天才来聊聊天 好不好在台南市长许天才 这次没有来参选 不然的话一个许天才 一个郭天才 大家都不沙沙 那么天才啊 这个名字真的是 松果有烂 全台湾算一算 有3376个天才 现在呢 轮到帮儿子取名字 十对没要给他 起一个菜家名啦 而且呢 还牵涮到了好波波 一听到天才这两个字 你也准备要回头了吗 这个松果懒的名字 在台湾老一辈眼里 可是相当讨喜 各行各业都有人 叫天才 连表公都是天才 还和郭天才同名同姓呢 现在你还怀疑天才帮势力吗 全台湾可是有3376个天才 台北县第一名 台北市第二名 大台南位居第三 台南市长许天才 国民党大台南参选人 郭天才 不同政党 但是两家人都爱天才啦 他们都叫我阿杰 他们叫阿杰 不会去想象说阿杰是一个博士 阿杰是一个教育的教授 阿杰是一个立法委员 他小时候长得小小的 阿杰阿杰是我们以前有一个艺人 叫阿杰 有人叫阿杰 天才 南部人叫起来 很亲切 出身台南的郭天才 从小被叫惯了 不觉得突兀 但一道大都市求学读书 才被同学们点醒 进学天才这两个字 那会 真正义 人家在厕所没有厕所 厕所就有很多人要知道阿杰 你如果去厕所就会比较少 比较少 把小孩取名天才 其实有时代背景 民国四五十年 台湾物资缺乏 饭都吃不饱 医疗不足 卫生环境也比现在差很大 要把孩子养大 那真是不容易 所以咯 孩子一定得取个 响亮的名字 天这个字 就像女生北搭小可爱 任意加上其他字 就是取名饭本 大家好 我是郭天才 我叫做郭天远 我是贵天才 郭天才两位哥哥 也是天字被成员 郭天才的爸妈 和很多传统父母一样 不只希望小孩衣食无缺 像是天福 天寿 天丁 听起来都响叮当 超有福气 你当时都响叮当 都响叮当 都响叮当 好天寿 好天才 好天杀 都把天杀了 但这些名字中 最多人区天才 堪称天字号 第一名 在我讨厌时 我也很喜欢 想要来改名 因为说天才 这个真爽 还有真有辣 堪称自己都动过 想改名的念头 就知道郭天才 有多在乎别人 对他的观感 自己的名字 常被朋友拿来开玩笑 郭天才真的是怕了 18年前 儿子来报道 夫妻俩最头痛的 就是别重蹈覆辙 要怎么帮宝贝儿子 取个向亮的名字 如果你的名字叫做郭天才 你会觉得怎么样 自己 比如说18岁啊 或者是20岁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要把它改 改成比较特别一点 他叫郭伯佑 郭天才的独子 还好郭天才 这个名字 依既是老爸专属标记 郭伯佑松了 好大一口气 当初会被取这个名字 爸妈可是上演 去兵大战 他爸爸去 拍了这个笔画 那这个笔画呢 就剩下中间那个字啊 因为郭要姓我的郭 小孩的名字 得配合八字 命理是排了几个字 给郭天才夫妻挑选 最后定案 郭伯佑 其实有秘心 连郭伯佑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到后来的时候 他会挤 就是挤成一团这样子 跑到我的右边 所以我就都叫他 佑佑 当时是郭伯春在当院长 表面这样 就是郭伯春 当时是郭伯春当院长 郭伯春当行政院院长 所以我们就把他称为伯佑 小孩常在妈妈肚子右边活动 加上当时郭伯伯正夯 三任隔回 期待独子 能像郭伯春一样 做大事 当大官 儿子中间的名字 不假思索 就用了郭伯春的伯 说穿了 郭天才就和他过世的父母亲一样 名字就是他们给予子女 最大祝福 最大祝福